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那么多 要这样坚持才可以吃到软饭 有那样脸皮厚才可以吃到软饭 就那样调整自己心态 我原来一生的梦想都被你们打破了 我真的不想吃这软饭了 我还是我自己正耳前德了 少点少点 至少不像你们说的那么费劲 对吗 对 你们一直每一个人都在用吃软饭 来形容对方的持双 就说明对方心里并没有觉得男女是平等 充满了男女不平等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包括看永哥在说Mirror Street Mirror Street他应该这么想 如果平等的话 为什么Mirror Street干30个小时挣这么多钱 而陪他演戏那extra 一小时才挣10块钱呢 那不是因为你是男生女生 是因为你有多少票房 对吧 男女平等可以讲很多东西啊 就是工作什么我同意 但是家庭这个东西 怎么讲男女平等 家庭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人类在有母系社会的时候 人类最开始是女的就是厉害啊 因为男的没有工具去捕猎嘛 那采摘容易 所以在所有的母系社会 包括今天大家去密克罗尼西亚 或者非洲或者是卢孤湖 去看依然保存的母系社会 发现所有的孩子都只认识舅 而不认识爸爸 为什么 因为女性她强的时候 她没有想到说 我需要找一个男性去保护她 需要有一个家庭 她首先想到是我要繁殖 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复习社会来了 男性可以打猎了等等 男性才想到说 我需要我找一个女的 去建立一个家庭 我要去保护她 所以才导致了 大家可以看到 中国自古以来的姓 最开始的姓全是女子边的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女的强 所以都姓母亲那边的姓 然后男的只有是 咱就不多讲了什么 宣元氏 其实就是赶车的 所以就是他把人赶车的 到今天西方好像男女特平等 完全不是 西方依然保持着 要姓男人的姓 今天秋晨你嫁一个人 你不会改姓蔡 你还是姓邱 对吗 西方你嫁一个人 你就要姓他的姓 而且西方不但是 不鼓励女性去工作 在欧洲的大量的福利国家 是如果 当然他写在法律里 他不能写女性 他要写 两性都去工作收入低的那方 要纳高额的税 就是为了逼你回家 因为他觉得在家带孩子 对这个国家的未来 尤其是出生率低的国家的未来 是非常重要 比你去有一份工作更加重要 我跟你讲 女性工作比例最高的就是中国 中国女性地位最高 又不用姓别人的姓 然后又可以去工作 因为我们社会主义 鼓励女性去工作 大家看到 比我们发达得多的日本 有多少女性去工作 对吗 这个社会的常态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常态导致了 你要是想打破这个常态 你要想去说服自己 你自己都知道别人会笑话你 别人为什么会笑话你 通常情况下 需不需要承受这么大的社会压力 那我觉得 如果是我 听了你们所有这些以后 我觉得我不想承受内心 我宁可过一更穷的日子 我心里比较舒服 对吧 所以我是这一方 谢谢 小聪 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什么叫谎言 谎言是我跟你说的时候 我知道我在撒谎 那才叫谎言 那些宗教信仰 那些艺术创造 那些图腾 那些美好的东西 那都不是谎言 那是他怀着最真诚的信任 觉得自己完全是对的 这个东西完全是存在的去做的 那不是谎言 所以我先解释一下这个 第二个我想说 其实这个世界小的时候 人们是不说谎的 那这世界怎么后来就变成了 今天这样一个说谎的世界呢 是因为说谎 会造成竞争优势 所以整个世界的文明的发展 总的来说是 先会说谎的民族 征服了或者同化了 后会说谎的民族 就会说谎的 郭伦布到了美洲 印第安人在那个时候 在和西方人交流的时候 说谎的程度 远远比不上那些西北亚人 那些欧洲人 即使有的时候蛮族 征服了我们 最后也被我们同化了 因为我们更会说谎 蛮族可能靠蛮力 征服了我们偶尔 最后慢慢穿上了我们的衣冠 说起了我们的谎言 所以实际上 整个这个世界是 会说谎的再去用他们的所谓的文明 去征服了那些不太会说谎的 营造了一个仿佛大家觉得说谎就是先进的 说谎就是文明的一部分 那说谎确实是文明在有差距的时候 它是有优势的 那还有多少人真的就愿意说谎 说谎又不能导致更多的超恶利益 今天又不是征服美洲的时代 而我们对那些没有了谎言之后的世界 的恐惧是更可笑的 这个恐惧我们中华民族 已经经历了很多年 就是外国人来了 西洋东西来了 咱们那四树五经要完了 可是没了那个东西咱们怎么生活呢 就完了我们这个民族 因为我们习惯了在那种礼学下儒家下生活 所以我们害怕呀 结果后来发现没事啊 西方的东西来了 我们也没这个民族道德沦丧说 这个国将不国 没有啊 因为我们在一个新的世界里 找到了新的平衡 在一个新的世界里找到了新的规则 我们遵守这个规则 我们今天生活的很好 所以那些因为谎言而创造的世界 带来的一部分的美好的怀念 其实完全可以被 因为没有谎言的一个新的世界的 憧憬而代替 谢谢 这个我中间有一点急了啊 就是对方连续的鼓吹厚黑穴 以及项羽 你只是念了一首说项羽不对 但是有更多的千百万首诗 是在歌颂项羽的 声当做人节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想雨不肯过江东 多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说的那个胜利者 写历史的那个人司马迁 他是汉朝的史官 刘家的史官 整个史记里写的最精彩的一章 就是项羽本纪 项羽本纪不但是一个历史 而且是文学上的伟大篇章 大家都讲了很多故事 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小故事 有一年我看中央电视台 每年这个毕业季考上大学的时候 专家说这些贫困学生有没有人认捐 我看到一个四川省的一个小姑娘 家里真的很惨 爸爸下煤矿背断了腰 妈妈也瘫痪在床 一点钱没有说报考的折大 然后我就打电话 因为我利用一个 我跟央视关系比较好的 我就说制片人你把电话给我吧 我打给小女孩 我说我出你的钱 你要考折大 然后你考上的时候你告诉我 我立刻把钱汇给你 这个学费说我都出头好 有一天我正在录音 她打来电话说 你好 叔叔 我考上折大了 我就特别高兴 我说那就给钱吧 给我账号 她说不是的 叔叔 我告诉你我考上折大了 是为了让你安心 但是已经有一个宁波的叔叔 已经捐助了我 所以我只是向你报喜 我并没有向你要钱 我当时都傻了 我说可是你家里那么穷 你多要一份钱 你给你爸爸治个病 是吧 我也没说这钱你用来干嘛 他家里因为爸爸治病欠很多钱 他跟我说了一段话 我自己特别感动 他说人一次不要脸 就会有第二次 就会有第三次 所以一次都不能不要脸 不要脸这件事 是很容易习惯的 最开始一个姑娘去到酒店里 她说我绝不出台 我就只是慢慢笑而已 那只可是三杯两下 她看到姐妹们走了 挣了比她多的多的钱 最后她说 哎呦 那我也去吧 这个不要脸说起来容易 你为了交换一点什么 你说我可以 但是什么时候是头呢 你怎么计算你这个脸 你这个脸就会越来越廉价 因为人一定会越来越不要脸 越来越拿自己的脸不当脸 所以你们说的这个完全是个理想型的状态 说我这脸有一固定价值 每次到了这个价钱 卖掉这个脸 不是的 不是的 最后你为了一分钱 都要卖掉这个脸 最后没人给你钱 你自己已经不要脸了 你成为了一个真的不要脸的人 不是那么简单 人不是一个机器 说书记一个梦想 它就会一直在那 人会逐渐失落到这个梦想 为什么美国有 last generation 它失去了那些东西 它变得越来越不 decent 美国曾经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出现过那么大的一个潮流 最终大家为什么还能回来 因为人类是要脸 人是要 decent 最终还是这个国家能回来 中国也一样 其实哪个国家 哪一个民族 哪一个人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不能不要脸 更不要说臭不要脸 来绅士说吧 我就还是说 作为朋友怎么都可以 只要你认同他是朋友 最开始你就知道他什么样的人 当然朋友也可以散伙 这都没问题 但是我还是说这条题是说 我该不该克制 这条题问的是 我该不该克制 所以我就从 我的角度来说一下 康永哥说得很对 他是因为不安全感 才会想要炫耀 这不安全感也可以翻译成 另外一个词叫匮乏感 他因为有匮乏感 他才要去炫耀 但是匮乏感这个事 对人类来说是无穷无尽 动物的匮乏感只有两种 食物繁殖 只要满足了这个匮乏感 他就不匮乏了 但是人的匮乏感是无穷无尽 当他满足了这个匮乏感 他又有了那个匮乏感 大家为什么每天在这些商业 在这儿鼓励你 就自己炫出自己 每一个品牌都说 用我的炫自己 其实你根本没炫出自己 你炫的是用了他那东西 可我的啤酒你就炫了自己 其实有千本晚上喝他啤酒 拿我这个包就炫自己 我这限量的 限量的其实有两千多个 也没炫出自己 但是他在不停地 给你挖这个坑 给你挖这个沟 让你不停地有匮乏感 那你就这个安全感 是无边无际的 所以这是最最基本的事 我其实当然也不主张像论语一样 那么伪君子说 人不知儿不孕 不义君子乎 当然还是应该正常的说 我有点文化 我想拿他谋生 是吧 您这手艺咱们拿出来 这没问题 但是那种匮乏感 是会吞食人 刚才邱晨说得很对 人获得的是有限的 你刚才说什么无限 朋友无限 还有一种东西无限 就是欲望是无限的 你会有无穷的欲望 当你穷的时候 你有一个想戴一条真的好项链 去出席舞会的欲望 我们每个人都学过这篇课文 由于你想炫这条项链 导致你一生都在还这个债 虽然其实戴着假项链 你即使贵如贾府 你还是想造一大官员 因为元春要回来醒亲嘛 最后贾府的败落 可赖不上别人 项链的女主角的 最后在菜市场里面 你买了一毛钱跟人打架 那也怪不了别人 不是你的朋友不容忍你 你算出来那对不起 最后你就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上了 所以最终我其实要讲到 这就特简单 就是你当你被欲望吞噬的时候 你会很后悔 由于你愿意炫耀 由于你的不安全感 没完没了 你很后悔自己卖了一个肾 去买了一个iPhone 其实就是为了涮一下而已 其实iPhone 我没见得看出来 比vivo手机好在哪里 对吧 广告来得出气 所以最终就是这样的 你总有一天会停下来 你停下来那一天 这一天就叫做克制 谢谢 康永哥戒变 包团长 我先回答一下 康永哥的这个 庞辈的人们 其实并没有想要设计说 怎么了 你也可以带着 我先带着脑子 就和她一力量 那些人 我看着脑子 那些人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好一个事 地囊保持距离 而且其实除了戏距离 除了这个海青电视剧 真的没那样的婆婆 即使是次纪太后 她对同志的皇后 是很好的 那光是是她侄子 奸她外上 因为她老公和弟弟 娶了她自己妹妹 生的那个 那是她 那当然不一样了 她对这同志好着呢 对同志的媳妇也好 老公的弟弟 娶了自己的妹妹 对 你可不可以不要 把这么精准的事 讲得这么平顺 宫廷就是这样 哥俩娶了姐妹 对对对 大概是这关系 所以即使慈禧 也没那么杀人 说实在 远远到不了 什么退婚这个地步 接遍 首先不能够接受 小松对于欲望 只提他负面的部分 坐在台上这四个人 如果在专业上面 有任何的努力 就信任我们的欲望 无穷 我们想进步 就是 郭德纲先生已经称霸 一谈了 他还要再进步 惩罚地盘 不要拦人大点 非 非就是因为 做得好 你不能只要欲望 被人家评价那部分 然后不要欲望好的 那个部分 我们人是靠着 无穷的欲望活下去的 这是我第一个回答 那第二个回答 我就顺着你们的逻辑 好 今天的便提是 我要不要克制 秀晒穴 我今天被你们讲到 我没办法发朋友圈了 我是一个超级克制的人 就如果他们有朋友圈 都知道 我几乎没有发过 跟我自己有关的照片 我发好玩的事情 我发到我看到 非常稀奇的图片 我想要别人看见 我没有在秀晒穴吗 我看到了一个 他们没看到的照片 我窃喜在心说 这张照片好精彩 我向你们看一下 他们如果看了之后说 康永你的阅读范围 也太广了吧 我一下就变成秀晒穴了 这叫晒逼格 我总有一些东西 是别人没有的 我秀人家有的东西干嘛呀 就是每个人家里 都有这本书 然后我再拍这本书 我拍给他干嘛 每个人看就会说 我也有啊 你拍给我看干嘛 我当然是拍一本 连史航都没有的书 我给他看一下 就你朝夕日想的这本书 我现在有了 我给你看一下 封面长这个样子 结果我变成在炫耀了 所以你们定了一个标准 是没有人能遵守的 就是连我这么自问 我已经超克制的人了 我现在没办法发了 因为我发的东西 就是别人没有 而我希望 我觉得马东今天太忙了 没有笑容 我发一些笑话 我希望马东看了 会心一笑 这叫做炫耀吗 不是 这叫勾引 这叫勾引也好 叫他补充能量 叫炫耀都没有关系 就是人的心要大一点 然后你要收到的是善意 多于自己去把它转化为恶意 这是我的建议 好 到小松 这个好久不辩论 千头万绪都不知道找谁辩 就是他们全都千传百孔 先说炫耀哥 炫耀哥完全就是 说的就是我方的这个论点 就他说的很清楚 过去 他每一季都用这句话 就是在炫耀说的 完全是他的论点 完全是他的论点 过去在部落时代 是大家得在一起生活 然后等等 后来到了封建时代 大家族在一起生活 宗族在一起生活 要分家 那个时候才需要怼吗 离那么近 不怼怎么办呢 不怼怎么争夺 这个生产资源 不得怎么分遗产呢 怎么分家呀 当然要怼呀 那时候舅舅都有权 这金文威力 最精彩的一场 孟宇楼怼他老公 他舅舅 他老舅舅说 你不应该嫁给西门庆 你应该嫁给一举人 臭怼一通 因为你有权力管我呀 我当然要跟你怼了 康永哥完全受了方观点 现代化了 城市里了 大家淡化了 都淡化了 还要怼呀 是不是 都已经疏远成这样了 见一面都不容易 还要怼呀 好淡然 好城市化 好干净混净土 还隔着干净混净土给你怼呀 别怼了 这是第一个 再一个就是大家都说了很多很多很多 其实他们说的 对方三个人说的 两个半说的都是 其实说的不是亲戚 是朋友 我怎么让你成长 你是朋友当然是有义务 要让他成长了 因为他不成长 你就不跟他交朋友了嘛 是不是 我努力怼你 我骂你 说这那的 然后我就说 如果你再不成长 咱就别当朋友 问题是 但是你对朋友的义务啊 你对亲戚有这义务吗 他不成长了 他就不是你亲戚了 他不还是你亲戚吗 你过年过年 还是得进来 你外公去世 他又来了 然后你说你没成长 你出去 由于你没有成长 原来你我救了 现在你又外甥 对吧 他还是你舅舅啊 他再不成长 也成不了你外甥啊 那你们那儿费什么劲 我看我都听他们累的话 好费劲 说你要这么教育亲戚 要不然他就不成长 你要这样这样 跟你有关系吗 是吧 自己当外人 然后陈铭 仿佛亲戚们全是贪责无厌 全是那种得寸进尺 蹬鼻子上脸 每个人身边的人群 基本上是正态分布的 你再倒霉的人 你也没见过 一个班都是王八蛋 是吧 总有几个热心馋 总有几个冷冷牌 亲戚其实也是正态分布 但是呢 亲戚跟你从小成长的 那些圈子最大的不一样 是你从小可以分很多圈子 小学毕了 说终于摆脱了这个圈子 到初中了 特高兴 你看还是那正态分布 这一般里还是俩若心肠 什么什么的 哎呀 我说怎么回事 怎么救我这么倒霉 有没有一个班里 没王不大呀 好容易到高中 一看还这样 你哪怕参军去 那一个集体里 只要超过六个人 它就会分化成这样 但是其他的它可以改 你可以说我不要这个 我要那个 朋友圈子可以建三个 让他们互相不建 亲戚一辈子 就这一个圈子 你不可能20岁以前 他是你舅舅 20岁以后改 他是你舅舅 不可能 是不是这一辈子 就这一圈子 这一个圈子 稳定的在你的身边 正态分布着 这么多年 你还要去跟他怼 你说你的智商跟情商 都是怎么来的呀 你明知道这个圈子 在你身边会稳定的 待到要么他走 要么你走 点称你死我活 在这么稳定 这样稳定的关系里 去跟人怼 这人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就是没有情商的人 才会干这事 因为你怼不怼 他都在那 你怼了那个成本 比你怼一个朋友大十倍 你怼一个朋友成本无非 就是丢了一个朋友 你怼了半天 这亲戚还得见 下回见 结果你还累了 你还想又上回怼我呀你 这回来是继续怼呢 还是别人到一千呢 还是假装没分身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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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亲 你亲戚死了 看儿子这样 你说你怼过我爸 是不是 这事 可 你怼过我爸 这事可没完啊 你说你怼他干嘛 是吧 所以基本上 外国也不是那样的 我在国外也没见过怼亲戚的 没事前来怼什么亲戚啊